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是呈现一个带量下沙 来到1131亿 但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很多的投资朋友 感到一个担心跟害怕 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经过震荡整理 多天之后的一个带量下沙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我也相信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 有些人会担心说 一个形态上的形成 但是我跟各位说过 先前在这段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都看到 很多盘面上的个股 中小型 特别是中小型的个股 在那边活蹦乱跳 或者是在出现涨停的时候 那当时你在张老师节目当中 你听到什么样的提醒 我当时一直跟各位讲说 我不像其他老师 有涨停板什么都拿出来讲 有涨停的就一直拿出来讲 张老师不是这样子的操作习惯 因为我相信在前阵子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看到了很多的节目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张老师一直强调 给各位强调两个重点 我们操作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今天一档个股一定要有真正扎实的基本面 经过研究团队精挑细选过后 我们才会去做进展 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避免到很多的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去跳进去看到强势股 就跳进去追 追进去之后反而发现自己买到的地雷股 这样不是很痛苦吗 就像前阵子的不像有一些个股不就是 检掉单位在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而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当我们今天要细选过后 今天一档个股真正有基本面 有业绩有题材的个股的时候 有背后它的真的营收是持续成长的状况的时候 那这档个股如果又有大户在做一个 所谓的动作的时候 盘面上透露出一些痕迹的时候 那这样的个股在筛选起来 做起来 以及会员朋友资金集中操作起来 是不是就很安心跟放心 就像今天的指数一样 今天指数最后跌了102点 同志朋友我告诉过你的 在先前上个礼拜请各位 来参加的免费体验的体验班 让你先享受再说的这档个股 体验班所有的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有来电登记的朋友 你接到助理的电话 而且我们节目上面都有讲了 我们所切入的个股 你看它的营收 今天正好是验证它的股价的时候 大盘大跌嘛 这是先前几天照 是在请各位特别注意的 这两个股你看它过去的时间 去年6月的时候 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年增率YOY的部分 还呈现负的 但是到了7月开始呈现两位数成长 两位数成长两位数成长 变成三位数三位数 一路以来全部都三位数 你说这样子的个股 它是不是年增率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样子的个股 转亏为盈由负转症的机会大不大 为什么它忽然爆发性的成长营收灌进来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月两个月而已 营建股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灌营收进去 但是为什么它是连续性的 都是三位数的这样成长 三位数的这样子的成长 都是一倍以上的这样子的成长 这就是赵老师先前跟各位说的 我们体验班所要免费给各位体验的就是这档个股 那你可能会看到这边你会问说 赵老师那到底它营收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它今天大盘指数在大跌的情况之下 它个股表现到底如何 股下表现到底如何 来 投资朋友来 这是它今天的走势 是不是逆势大涨 标准的一个逆势大涨冲上来 这时候大盘已经跌了快100点了 它到尾盘还差不多在这个位置附近 逆势大涨冲上来 大盘大跌的时候是最好验证 在一位老师选股公立的时候 而且这是事先跟各位讲的 你看喔 我们在上个礼拜给各位体验班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各位讲了 事先体验班来电登记的免费登记的朋友 他事先是不是已经卡位住了 已经接到助理的电话了 因为我们会直接通知上车嘛 来你看喔 而且这两个股会员朋友全部都有 你自己来看 一开始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体验班的朋友都很清楚 请导播放大 一开始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那大家体验班的朋友这些同学都很清楚 后来一根拉上去 带量突破际线 突破际线之后再呈现一个高档 两天的震荡整理 之后这几天的时间 再好是一直跟各位讲说 我们拉回就会去找买点 拉回我一定会去找买点 因为他的营收非常好 因为有政策性的收入进来 那这是他今天的走势 这是他今天的走势 这是放大过后的走势 今天是创新高了 你先前进来的体验班的朋友 或者是前几天跟张老师再加码的朋友 今天盘中这个硬的位置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后面是创新高 创新高你随便卖随便走 全部都赚钱 是不是如同张老师所跟你说的 今天我们持股档数非常的少 但是还是可以在这种盘 盘斥之下可以赚钱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专注于基本面真正扎实的研究 研究团队的重要性 这我张老师一直讲过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就是张老师在推体验班的时候 已经跟各位讲过 让你免费参加 当时我们说过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 我们不推是因为 这个我们研究当然认为说 这么好的股票 这么好的股票 同志朋友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当时他们会说 跟张老师反映说这么好的股票 要让人家免费参加吗 免费体验吗 不用费用吗 那当然到了今天就可以看出 这两个股 当初张老师有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这体验班的部分 有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今天大盘总共最后跌了102点 带量1131亿的下跌 带量1131亿的下跌 但是张老师事前 请各位注意的股票 请各位上车的股票 带着铁验班先卡位的股票 今天逆势再往上攻 今天逆势再往上大涨 那这一档个股也只有这么一档个股 而且张老师也直接跟你讲说 我们所有会员朋友都知道这档个股是什么 而且事先都卡位好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 你今天如果指数大跌 你很担心害怕的 表示你手中第一个可能持股有受到影响 第二个表示你手中持股可能太多 太多的情况之下 你很难去马上迅速的处理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持股 每一次在进场之前 都是经过研究团队精挑细选过后 我所筛选出来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而第二个部分是 在你每一次进场选股之后 在它正式启动之前 你不会先乱满 你不会先乱进场 等到你发现到有一些痕迹之后 有一些动作征兆跟迹象之后 你才会进场去做卡位 你才会进场去做卡位之后 你的持股就不会杂乱 甚至只会有像我们会员朋友一样 甚至只会有这么一档持股 在今天大盘跌了102点的情况之下 你手中的持股 还是在创一个破坏的新高情况之下 那你说这个盘能不能够赚钱 老师朋友 我不会跟你说你进来之后 一定后面会一定如法炮制 这样子能够一直持续的在获利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意思是 股票它是投资 投资它是一种长期的抗战 长期的做法 而不是说你今天用了一种方法之后 你能够成功它马上 一直如法炮制 一直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就像过去你强势股去追会赚钱 那这阵子强势股追了有没有赚钱 股票市场你要保持一种弹性 但是真正最扎实的是什么 最扎实的是什么 很多的操纵方式都没有 都基本上有的时候时间上可以适用 但是真正最扎实的就是一个所谓的 你研究团队所精挑细选出来的个股 能够让市场进得起市场的考验 营收公告出来 能够进得起市场的这个风吹草动 不是又是这个意思吗 不然为什么外资要特别一定要 每一间外资几乎都要设置自己的研究团队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而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在进每一档各股之前 你总不希望你进来参加会员之后 我们股票是乱枪打鸟随便买吧 所以麻烦新的朋友进来的时候 你不要每天 一天没有买股票 两天没有买股票 三天没有买股票你一直打电话来跟助理炒做什么 因为有了时间点是不适当的嘛 我就举这几天的时间好了 你刚刚那档个股新朋友也收到讯息 这档个股你之前前几天你也收到讯息 那你还一直打电话来说怎么不一直买一直买 怎么没有涨停一直这样计较做什么 那今天指数大跌了 那好多股票在下下的时候你怎么办 同志朋友 今天我们要做的股票是要做一整个波段 不是只有一天涨停 两天涨停一天逆势涨的这样子的概念 就像过去我们操作带着会员没有操作的股票 都是一样啊 我们今天讲究的是一档轻挑续选 能够让你集中持股 甚至只有一档能够重要的股票 就像当初我们在做利特意识是一样的嘛 这样子一波上去 一波上去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 一种真正的一个大的波段 一种大的波段 这个才是我们在股票市场真正所需要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档都能够赚到超过一倍以上 我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重点是当我们每一次在选股进来之前 都能够仔细去筛选 思考过后才去做进场 那当然我们自然而然 它的胜率以及它的获利率 它一定会必然的提高 这是一个结果的问题 所以说投资朋友 而且今天张老师特别还是要提醒 最近新参加了很多的新的会员朋友 今天你们手中的股票 全部都逆势大涨 今天就只能有一档而已 逆势上涨你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前几天张老师一直请各位 不要一直急 买的股票先放一下 等到指数震荡的时候 你就会看出我们今天 我们公司 我曾志祥的选股功力 能够带朋友赚钱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然你以为 这咖啡厅怎么来 这我们自己的咖啡厅 这我们自己办演讲的会议室 你以为这些千万装潢是谁贡献的 是我们大家跟会员朋友一起努力 感谢得来的 感谢各位一直收看 我们广告时间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机上河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河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尽在莲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莲华投资 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创新的思维 领先的策略 全新专业莲华团队 给您国际化的视野 让您体现最优质的理财国务 入会专线 02-2509-6777 不要怀疑 拥有美好的将来是您的权利 莲华投资能因底变化而取胜 专业莲华国际视野 服务专线02-2509-6777 2509-6777 打开 海湾城市难得一见的 新疆南远离导院 汤泉国际海关造正 江南远离山海豪静 台北湾2805-9898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春季三出送 现正实施中 欢迎回到现场 势在必得 我是刘雨昕 那么今天的盘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加成走势图 今天的盘呢 收在9540点 下跌了102点之多 那么量能呢 来到了1131亿 上下的政府呢 有123点之多 那么我相信 在今天这样子的盘势里面 大家都感到忧心重重 手中的个股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呢 有一堆逃命的卖压 所以今天才会造成说 带量的下沙的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的信心不稳定嘛 那为什么不稳定呢 因为你之前在投资的时候 你可能都投资错股票 没有选择到对的族群 对的个股 所以以至于呢 今天的操作 你是手忙脚乱 又乱了正脚 我常常说过一句话 你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你不见得每天都要盯着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掌握到对的产业 对的族群 我们操作是操作一整个波段 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在那边冲来冲去 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当天去冲来冲去冲来冲去 长期时间下来 我相信各位都有经验 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可是呢 你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 看一个波段 你找到对的产业族群 相信在今天大碟的状况之下 今天指数大碟的状况之下 你也不会受伤很深 而要寻找什么样的产业呢 我相信我雨晴老师在节目当中 都持续的在跟大家做追踪 我不会今天哪一档股票 涨就讲哪一档股票 其他股票都忘记了 我相信你如果都持续锁定 我的节目的话 你都很清楚我的风格 我们就是掌握到对的趋势 对的产业 然后呢 做一个波段性的操作 你会发现 你长期时间累计下来 你如果像这样子的方式去操作 你的报酬 你的获利 绝对比你放在定存里面还要多 那现在定存的利率 差不多一%上下 你说你真的要把钱 放在定存里面吗 还是呢 你要把钱放在股票市场里面 然后选到对的族群 对的个股 进场去做操作 然后呢 掌握到它整个波段 绝对是比你放在银行的定存还要好 我相信这都不需要我再多讲 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那么我看好的产业是什么产业 大家也都知道啊 无线电系统的胎压监测系统 TPMS你看我讲多久了 我讲各位你不用 去每一天 找股票 不用每一天 在那边看报纸 看消息 看新闻 看杂志 看一大堆 晚上还要担心美股的涨跌 这样去操作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可是你说锁定一个族群 你会很清楚的 就像我们之前跟各位所分享的同志一样 去年度股价成长幅度高来177个percent之多 它本来是做车安系统的 倒车雷达系统制造商 但是后来呢 与F6会合作生产胎压侦测器 也就是TPMS 那当我在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股价才112块而已 那它经过TPMS的商机 你看它成长这么多 但是后面还有没有空间 你看它现在 现在已经来到了133.5元了 这已经是21块钱的价差 19percent的空间 不管是同志也好 另外一档 也是TPMS的族群 微生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啦 去年度虽然股价涨幅高达180个percent之多 都是受惠于TPMS的商机 但是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303.5 那时候市场上有人在跟你讲吗 那么转眼间 今天虽然是跌 但是今天大盘跌了100多点 今天虽然是跌 它的股价还是熟在376元附近 比较起来跟303.5 你还是有72.5元的价差 23%的空间 所以你说不好吗 那么另外我相信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粒店 一样都是受惠于TPMS商机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62.8 趁压回的时候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呢到现在 今天盘大跌100多点 它的股价却逆势走扬 所以你还担心什么 现在股价来到72.4 是将近10块钱的价差 15%的报酬 那你还要把钱放在定存里面吗 是不是把眼光放远一点 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获利 那另外呢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TPMS商机 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什么股票 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 哪一档 光通讯的概念股 这一档光环 是不是一直在日本光鲜到户的部件当中 零组件都拥有极高的市占率 除了在日本以外 它也受惠了中国大陆的需求 非常相当的强劲 也都宣布了扩产计划 所以不管是在日本 不管是在中国大陆 它都有设厂 然后呢去年股价涨幅112%之多 来到34.1我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转眼间 你不用每天盯着盘 你看看它今天的走势 是不是还是走在红盘以上 来到57.6 这是23块钱的价差 69%的报酬 我将近70% 所以你要到哪里找这样子好的股票 但是我相信 在这个时间点 指数呢 来到9500 9600 9700 附近 很多人不敢买股票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个股 你后面呢 获胜的几率才会大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族群 就是连接器的族群 那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像这样股票翻价 从财报面的角度来看 它的毛利率呢 有28% 但是它过去可以成长了 66%股价哦 那么这档加折 一样是做连接器的 毛利率35% 后面呢 股价成长可以高达 155%之多 那再来这一档呢 微祥 相信也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它是连接线 连接器厂的支优生 而且呢 又打入了苹果的供应链 苹果的供应链呢 很难打入进去 但是呢 它如果打入进去的话 它的毛利率是相对好的 所以这整体而言呢 整家公司整体而言 它的毛利率来到这边 导播特写 41.43哦 41.43%的毛利率相当的高 那为什么它的毛利率会这么高 因为呢 它整体毛利率的架构 是在这里 版对版的连接器 占整体毛利率45到50%之多 是不是高于其他连接线 连接器厂的毛利率 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哦 它呢 在车用影音试听的部分 它现在都交由车 都交由欧系的车厂 毛利率呢 是占60到70%之多 所以呢 现在3C产品里面 你都要用到连接器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 是它切入了车用的这一块 那我相信我说过 车用的这一块呢 它要进入的门槛 其实很高 有时候呢 要经过认证都需要5年的时间 但是它已经率先都切入进去了 在车用影音试听的部分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项利多哦 在车用主机控制平台上面 我们特写 它已经送欧系车厂来做认证当中 而且呢 即将就要通过了 而且你不管从现金鼓励的角度来看 从股票鼓励的角度来看 它殖利率呢 是高达了6.5% 都是相对的高 而且它现在呢 在车用影音试听的部分 毛利率高达60到70%之多 那么它呢 在车用主机控制平台 如果它也能够通过认证的话 它的毛利率将会比60到70%还要高 所以呢 整体的毛利率如果能够提升的话 那么间接的就会影响到 它整体的影音率的表现 那欧系车厂有很多 像一些高档车 我相信你都相当熟悉 像这些车都是欧系车啊 它就是都交这些车厂啊 甚至你不清楚的 福斯集团底下还有更多系列的车厂 我一想就是都做这些 这些车厂包括了保时捷 包括了蓝宝坚尼啊 Costa啦 宾利啊 都要跟它拿货 所以呢 你说 指数在9500 9600 9700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胜选个股 我告诉大家 现在呢 你要挑本益比低 指令率高的股票 你才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小 然后获利扩增到最大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数位机上和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近在莲华 我们有转型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莲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创新的思维 领先的策略 全新专业莲华团队 给您国际化的视野 让您体现最优质的理财投资 入会专线 02-2509-6777 不要怀疑 拥有美好的将来是您的权利 莲华投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专业莲华国际事业 如专线02-2509-6777 2509-6777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尽在莲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莲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纸旧世界 天然everyday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井